可我听肃琴说了 你到现在还担任呢 史特宝 你少心在乐祸啊 没有 我告诉你 我有男朋友了 真的 他叫Frank 外国人 美籍华人 我还以为是华籍美人呢 他现在就在来于北京的飞机上了 他就是我随叫随到的男人 随叫随到 这有劲吗 当初你要是跟我一起去美国 你不去啊 现在照样有男人为了我 放弃美国来中国 别拿我比 你找的肯定比我强 少来这一套啊 我一定比你过得好 我就气死你 我气死你 我气死你 欧气呀 有这必要吗 两口子过日子 就跟穿鞋似的 舒服 就对了 你想想你要是当时跟我去美国 你现在生活完全不一样 有这可能 那会是什么样 那最起码不会没事找事吧 吃个饭都不安身 是 你不适合这儿的生活 你要把我拉哪儿去 瞧你这胆儿 我能把你怎么着啊 吃饭你去 可惜了了 十六年没回来 那咱北京变化大吗 北京变化确实挺大的 你也变了 我变了 连西装都穿上了 你说你变化大不大 劳动人民就不能穿西装了 这西装吧 穿在你身上那叫一个土 我不觉得土 我不觉得土 我觉得挺好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人靠衣服马靠安 不是不是 四个字 什么什么什么样 人不够样 这可是你自己做的 我什么都没说 龙小马 你也变了 变成坏嘎嘎了 回来就好 以后又用得着我的地方 想办个什么东西了 站了我什么事了 又干不了的力气活了 言语一声 需要什么家具 一句话 我就给你送去 没事到家里坐 给你包饺子 不去 为什么 那是我的伤心地 你带着 到了 我送你进去吧 不用了 谢谢 我很久没来这了 我正好想转转 你好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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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这里没什么变化 等我更回来了 这老头老太太玩的 你在这起什么祸 我也玩会儿 别那么快了 我在国外的时候 也想过回来找你 我在国外的时候 也想过回来找你 你走的时候 这店有吧 我说我这么骄傲的一个人 被你拒绝一次也就算了 拒绝第二次的话 我肯定会恨你一辈子 你小心啊 我说的是实话呀 因为我知道再次回来找你 你肯定会拒绝我 看 这都是以后盖 都把阳光挡了 老宝 你想不想知道 我是什么时候听说 你要跟百灵结婚的消息的 我是决定回国 已经拿到机票的时候 知道你跟百灵要结婚了 二胡告诉你的 后来我一个人去了拉斯维加斯 决定赌一回 我可从来没有赌过 我当时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压那儿了 对自己说 如果我输了 怎么样 就永远不再见你 永远不再想你了 可是咱俩的关系 全都在赌桌上 结果呢 你赢了 施德宝 你是真傻还是装糊涂啊 怎么了 我现在担着你结了 你说谁是赢家 怎么又扯到这儿来呢 龙行马 咱能不能不这么说话 到家门口了 走 进去 一会儿百灵要回来 咱们晚上包饺子 这人生啊 就是一个岔口接一个岔口的 这人跟人就是不断错过的过程 总是擦肩而过 你说是不是 你这话太哲学了 哪儿来那么多酸不辣鸡的词啊 走 回家 你想想呀 有的时候我们眼看着就要在一起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然后又分开了 能不能不在这儿说过 咱回家去 慢慢说 好吗 走 过了 我认命了 这就是命 命中注定 咱们俩就这样 别呀 骆驼 如果说 你结婚前我一直在等你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呀 你这么说我心里挺难受的 你要过得好好的 我才踏实 如果说 我到现在还一个人担着 你识得宝是不是有责任 你承认吗 小马 你让我说什么好呀 你这是在逼我 好好的 强悍起来 这才是我认识的罗小马 你要再这么说 我非得一一头撞在那上面撞死得了 你真烦 走 回家去 走 那你回去吧 刚刚还要我去你家吃饺子呢 说变就变 走 包饺子去 去吧 杨杨 爸 这媛媛都长这么大了 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她才这么点大 我还抱过你呢 媛媛 还记得吗 这是罗小马阿姨 刚从美国回来 罗小马阿姨好 你好 怎么走了 我今天晚上值夜班 你忘了 你们快进去吧 那我走了 好 家马阿姨再见 再见 走 是我 今晚上小马在那家吃饭 罗小马 对 你就带几个菜回来 好 你看着办吧 这苏晴啊本来就很难干 去我那儿呢还能帮我一些忙 是你帮了亮子的大忙了 现在全的上大学 光好亮子一个人的工资真够呛 你这孩子心眼好 好心哪有好报 人跟人就得这样 你帮我呀我帮你的多好啊 妈 百灵打电话回家了吗 没有 她上班怎么能打电话呢 行 你们聊着 我露一场 我要吃土豆酥 来 咱家有土豆 多的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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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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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尝尝 尝尝 尝尝 这味我多久没闻到了呀 真是好吃 还有个油门大虾 嗯 等着啊 我还得给白灵打个电话 都什么时候还问 是 你看 大显身手今天 小婉 我看你一点都没变 还那么白净 妈 应该说是比过去更漂亮了 对 是 不是我拍我们董事长啊 你看 她 她 还是那么漂亮 但是呢 她越来越有你味了 看你们说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坐这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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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 妈 那我就这个了 谢谢 孙儿 我说你什么好白灵 这罗小马去家里头 你干嘛出来啊 这还疼地儿呢 你是女主人 你得在家 跑这儿来算怎么回事啊 我是 正好在门口看见了 你也知道 小马 跟德宝有说不完的话 我是想 如果我也在家里 她既说不痛快 也吃不痛快 干脆 我就上你这儿来蹭个饭吃 要不然人怎么说啊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你跟石头太像了 俩石成人 什么事老先替别人着想 有话憋在自己心里头 二虎哥 你不知道 德宝 是个好男人 我特别特别珍惜 老天爷能给我 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机会 在我人生 最低谷 最落魄的时候 他没嫌弃我 还把我娶回家 我心里头 全是感激 反正这辈子 对他们家 对他 再好再好 我都觉得不够 你 你说邪嘛 说谁谁来 你们家石子 你就跟他说我加班 让他放心 石子 百灵没带我这儿 是不是忙业务呢 你 你上哪儿找去 你别瞎瞎着急了 他那么大人了 也丢不了 估计一会儿就到家了 行了 别在这儿休闻闻了 行 看看那急上了 你们俩还真香 干杯 干杯 欢迎小马啊 谢谢 谢谢 好 尝尝 要不等等百灵吧 不用 咱们边吃边闹吧 我给二胡打过来电话 说百灵晚上加班 现在买房子的人可真多 如果百灵急着做业务 其实我们公司好多人要买房呢 要不我让他们去找百灵 那好啊 多卖一份房 多一份提成 谢谢啊小马 来 谢谢帮帮 我跟小马是 可以永远不见面 但是一见面 又回到解放前 你们俩呀 打着脚就滚在一块 不是滚在一块 他是小尾巴 是跟着我们玩 我就跟皮虫是吧 是 你们都忘了吧 小马小的时候 还在咱们家住过呢 我当然记得了 那年我妈走了 我爸又出访了 我一个人害怕 所以我家阿姨啊 把我送你们家来了 你记得吧 就在那床旁边 又支了块铺板 你睡离手 十多半夜 还给你送小儿书 我还记得亮子个半夜 还给我送糖葫芦 害得我一夜 这牙齿糖 都没睡好觉 你干得好看 你说 这日子过得多快呀 你说要能回到从前 该多有意思呀 要是回到从前啊 我就认罗要马是我弟媳妇 嫂子 你这儿喝多了 喝多才说实话呢 你说是不是 你们俩就是阴差阳错 你看 这儿给大家多和谐啊 是吧 妈 小马 这漏勺子嘴呀 又没堵住 对呀 是 来来来来 再干一杯 来来来 再干干 对了 邵飞那边怎么样 最近看了吗 孩子的状态 还特别不好 白玲啊 我觉得 邵飞这件事啊 你还是尽快跟家里人挑明吧 这躲不了啊 早晚都得碰上 我觉得晚说不如早说好 诗家那一屋的人 你也知道都厚道 应该没什么问题 二虎哥啊 邵飞 她恨我 她一直认为 是我当初抛弃了她 这么多年 但我不知道七大龙跟她说了些什么 世家收留我一个人 已经够前累的了 万一要是孩子不争气 我 潘玲啊 你这绝对是多虑了 你就是瞎想 石头那人你还不了解啊 甭管邵飞是什么呀 只要是你的闺女 她一定当亲闺女样样的 那 圆圆不就是丽的 那不也不是亲闺女啊 小时候披震那样 那石头拿她 不就当亲闺女样样 现在不也挺好 人家考上大学了 那 邵飞再怎么说 那也是个孩子 对吧 这环境改变人啊 她跟什么人 她像什么人 这一家人都那么厚道 这孩子错不了 我跟亮子已经商量好了 等邵飞一出来 现在我这上班 咱不能让她在大街上下混 是吧 不学好 等有好工作 咱再给她调 亮子也说了 把大屋子弹给你们 这样住得宽敞一点 剩下的咱慢慢想办法 来 续点热的 来 多多点 你看那个亮子多好 石头 真是的 我都不知道您怎么想的 你说你们俩 要是结了婚 多好 苏琪 你怎么说话呢 是啊 像个大嫂的样子 本来嘛 你说他们俩青梅竹马的 这个百灵挺好腻的 回来了 百灵 回来了 妈 吃饭了吗 吃了 好 怎么今天还加班啊 你说 家里来客人 又师父做了一大桌子菜呢 孙杰 让他来歇会儿 喝点水吧 小马走了 刚走 百灵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脸色不好 没有妈 嗯 妈 嫂子 趁着大家伙都在 我有件事 想跟大家说一说 嗯 一大楼 在那里面 都是 什么事 人 都在那里面 妈,我女儿现在还在哨棺所,过一段时间应该就要出来了,之前一直没想好怎么跟大家伙说,所以今天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晚说不如早说。 白玲,你隐藏得也太深了吧,你不是跟我们说你孩子死了吗,那怎么又进少管所呢呀,这。 四季。 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他是怎么进去的,是杀人还放火,还是抢劫啊。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了,我怎么还不行啊。 嫂子。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跟石头,二胡,我们都知道。 可百玲她压根儿就不知道。 百玲啊,你这,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跟陈儿想起说这事儿来了? 我干嘛不知道啊。 百玲,那你要是早告诉我们你有这些历史,那石头她会娶你吗? 我会娶你。 你傻你。 这事儿我知道啊。 之前百玲都告诉过我。 你缺行啊。 行了,都别说了。 百玲,你跟我回屋,我有话跟你说。 走。 百玲,我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好吗? 。 妈,对不起。 我一直瞒着您。 刚才我一直听着呢,我就想,这孩子有苦难言啊。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什么风什么雨没见过。 说实话,在这个世上,除了亲人,除了孩子,谁还能伤害到我。 你女儿的事儿,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想,你没有骗我们。 你要是骗我们,我还能看不出来。 也是最近的事儿,对不对? 最近,我就看着您不大对劲儿。 偷偷摸摸出去,说话叽叽咕咕的,我就知道有事儿瞒着我。 你和石头都没告诉我。 我能理解,我一点都不怪你们。 谁没有个前世今生啊。 你跟石头分开了十好几年。 你们都有自己的过去。 不告诉我,不就是怕我担心吗? 妈,我跟她爸爸离婚的时候,结了很深的缘。 我担心她爸爸会为孩子的事情再来跟我纠缠。 我明白。 孩子一直在哨观所。 我跟德宝去看过她几次。 孩子的状态特别不好。 都怪我。 孩子从小没在我身边长大。 妈, 我也担心万一孩子出来, 才给家里添什么乱。 怕什么呀? 咱们这么一大家子人呢, 还帮不了一个孩子。 想当年, 石头娶了柳桂花, 还带着一个知青的孩子回来。 你说,我跟你爸说过什么没有?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这是咱们石家人的品德。 我们能够把圆圆养大成人, 培养成一大学生。 那就能把你的女儿, 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能嫁给德宝是我的福气。 。 石家人对我这么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抱她。 分享着, 能给石家生个一男伴女。 我没想到又流产了。 妈, 现在又凭空, 碰出一个七上飞。 我对不起您, 对不起石家, 对不起德宝。 孩子, 别这么说。 妈理解你的心情。 。 白梁, 你放心, 只要我再世一天, 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孙女。 她就是咱们石家的人。 咱们石家, 一定能把她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别想那么多了。 别想那么多了。 对不起。 石头啊, 你说白玲怎么了? 怎么突然说起这事啊? 她去少官所看女儿去了。 可女儿没给她好脸色, 她就觉得压力太大。 觉得不敢瞒家里。 可当初她确实不知道少飞还活着啊。 是。 我觉得她是故意的。 她就是骗石头。 她没骗我, 这些我都知道。 那她躲了点初一, 她躲了点十五吗? 她躲今天, 躲了明天吗? 你说那孩子, 从少管所出来, 那么大人往这一处, 我们能当她是影子吗? 苏琴,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啊? 那我怎么说啊? 那本来就是啊。 这家里, 平白无故, 多了一张嘴不说, 还是个少年犯。 那她来咱家, 那不把咱全家都给祸祸了呀? 嫂子。 我们大家都挺尊重你的, 你得管管自己, 这不能瞎说啊。 我没瞎说啊。 你,你再胡说八道, 我。 怎么着? 你还想怎么着? 她是不是少年犯啊? 哥。 说什么了? 我。 你们都坐下吧。 我有话跟你们说。 来,坐下。 是关于百灵她女儿, 齐少飞的事。 刚才呢, 也跟百灵谈过了。 将来, 如果这孩子出来了, 愿意来咱们家, 咱们随时都欢迎。 咱们都得好好地待她。 不管她爹是谁, 也不管她以前做过什么事。 只要她进了咱们石家的门, 那就是咱石家的人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咱们石家的祖训是什么? 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做老实人。 这三句话的理就是, 咱们石家的人, 不管干什么事情, 都要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地做好自己。 怎么才做好自己呢? 首先, 就得对自个儿的家人好。 如果一个人, 连对自个儿的家人都不上心, 都不好, 他怎么可能对两世旁人好, 对这个社会好呢? 是不是? 妈, 谢谢您。 我也知道, 现在这社会啊, 有些变化, 到处都在讲钱。 妈, 咱家不谈钱。 我再说一遍, 白玲是我的儿媳妇, 那她的女儿就是我的孙女。 将来这孩子出来了, 咱们哪, 得给她个家。 如果孩子出来了, 没家可回, 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啊? 如果孩子出来了, 有家可回, 有地方接受她, 咱们还愁着孩子, 教育不好吗? 对。 从现在开始, 这提少飞, 就是咱们十家的人了。 妈,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咱妈是谁啊? 这心里啊, 跟明镜似的。 可不是吗? 都活出镜来了。 活出镜来不敢说, 我现在啊, 两眼昏花了, 这耳朵也聋了。 我都成大龙虾了。 妈。 可我这儿, 跟着心里啊, 明白着呢。 是。 妈。 谢谢您。 我能嫁到石家, 能嫁给石德宝, 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父母。 是。 妈这一说话啊, 置地有生, 我心里就俩字。 温暖。 德宝, 下辈子, 我还嫁给你。 我还给你当老婆, 还给妈当儿媳妇。 你别看妈, 平日里柔柔弱弱的。 可是, 内心里特别坚强。 特别有主意。 你别看苏琴, 平日里一粒哇剌的。 可是妈一拉脸啊, 她也哆嗦。 这回心里没隔道了吧? 沙菲的事, 算是踏实了。 可是我还是担心一个人。 谁? 齐大龙。 你担心她什么呀? 我去过派出所, 查过她的消息。 她现在人不在北京, 有过案底。 反正具体的情况, 还得找片警去查。 德宝, 她那烧飞住在咱们这儿。 我是担心, 她会借着这个茬找过来。 我怕她报复你。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根本就没把她放眼里。 你说过多少次邪不压走。 你这多余。 这两天, 天有点儿阴。 你腿是不是又该疼了? 我给你捏捏吧。 不用了, 正要告诉你的, 我腿彻底好了。 这都是让你给捏的。 要么怎么说, 一个好媳妇, 剩过十个好大夫。 谁说过呀? 我都能够睡。 你都要睡了。 我给罗小玛这一手套。 你可别忘了, 现在咱弟媳妇可是百灵。 你别看罗小玛现在已经是董事长大老板了。 可我看得出来, 她在咱石头啊, 还旧情未了呢。 你这么说, 我可不意啊。 我弟弟可是鼎天立地男子汉。 我跟你说, 这女人的第六感特准。 我一看罗小玛的眼神吧, 我就能看出来, 她对咱石头, 余情未了。 那, 许我好, 还是罗小玛好。 怎么又扯上罗小玛了, 这个人。 但是, 我真的觉得。 我跟你说吧。 我跟罗小玛, 正直的连手都没拉过。 以前我在农村的时候, 没回回来就在一起玩。 后来最后一次回来之前, 就通信, 就, 谈恋爱。 我说她是我的初恋女友, 就是那时候, 在新城开始的。 说, 我喜欢她, 然后让她等着我, 回来跟她结婚。 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结果就, 后来就有了元宴, 就结了婚了。 后来呢, 我就一直把她当小妹妹看。 我可没觉得你把她当小妹妹看。 你什么意思? 那, 那哪有哥哥, 都不关心妹妹婚姻大事的。 她都老大不想她了, 你都没想过给她张了个婚事。 你不想了解罗小玛? 罗小玛那个性吧, 她一抢了。 你找得不合适的, 根本就想不住她。 所以啊, 就是因为难找, 那只有你了解她呀,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能想得住她。 所以才需要你这个当哥哥的, 来出面给她找对象啊。 可是我手头还真没有。 谁让你马上给她找了, 慢慢来嘛。 遇到合适了, 就给她张罗张罗啊。 行, 这是哥的心理。 遇见合适的, 就帮她接受接受。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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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不清现在, 最后也是要年轻的。 睡觉。 嗨, 小玛。 我是Franck。 我马上要上飞机了。 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你。 我爱你。 爱你的Franck。 Franc,我也爱你 我等你 对不起,齐少飞还是不想见得美 你做做工作吧,我们都来了 工作我们已经做了,但是还是不想见得美 看得出来你是一位好父亲 谢谢 怎么样,慢走 你说这孩子,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连见都不愿意见我们呢 没事 这次不见,咱下次再来 下次不见,咱下下次再来 反正咱多来了,就见着了 少飞从小没在我身边长大 孩子跟我没感情 也是,你说他都这么大了 冷不丁地让他认我这个妈 也不容易 但是,德宝我现在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交流 我不了解他,我 是有点难 我这儿也蒙着呢 就等他出来以后 咱再慢慢了解他 毕竟是血浓于水 有你这样的妈妈 这孩子也错不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这不是迷信啊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遗传 德宝 要是没有你 我可怎么办呢 这就是命 这命里给咱什么 咱都接着 天塌下来有地接着 都夫妻了 有什么事 还不得一起扛啊 你真好 这有点儿酸呢 脚子来了 爸,你别忙活了 我来吧 全都没到啊 来,你坐这儿吧 爸 老婆阿姨 来 快点趁热 跟咱一块吃啊 好了,好了 我来 饺子来喽 放这儿 来来来 换你爸这儿 够不够啊 要不要再煮一点 够了够了 够不够再煮 快坐下 你说多好啊现在 甭管什么时候 这一家人哪 都能团团圆圆 热热闹闹的 在一块儿吃饺子 这要是在过去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的事 可是吗 是吗 石头 雷 我把邵妃的事 告诉前进和媛媛了 是吧 是 等他出来以后 我可以辅导他功课 管管你自个儿就行了 真的 好样的 就是好样的 我也能帮他 你帮他什么呀 学习啊 对 对 媛媛功课也是好的 是 不是 麟啊 放心了吧 有一哥哥有一姐姐 帮着呢 错不了 来吃吧 吃饺子 快吃 来 来 来 睡觉 睡觉 你看 你看又来了 你总是在关键时刻就停下来 让人琢磨 这样吧 肯定是大事 你说吧 我想搬走 什么 我不是为别的 我是为咱儿子犬子 我怕 我怕百灵的女儿要是住过来 我不能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姐姐 和一个来路不明的妹妹 把咱儿子带坏呀 这事你得听我的 你说 咱就犬子 这一个儿子 她没谈过恋爱呢 她对女人的认识 就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姐姐 媛媛 她在家上这个 从老里出来的妹妹 你说 她将来她找对象 还不往这路上奔呢 真的 我想想 我都觉得慎的 好了 下班我来接你 路上慢点啊 好 幸福 我哀悉 你 Hahn 她 我 你 你 你 anh 来 无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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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我好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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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红灯 随随随随随随 好 上级海人道路看 世界约好 心灵本 这就在这一半 快上人 别动了 别动了 腿 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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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给我憋死了 憋死了 多亏洪燕这一脚 这一脚蹬得太及时了 你把腰弄死了 不是 洪燕 我告诉你啊 多亏你那一脚 要不然这腿真变不过劲来 唱得一般不太好啊 大伙儿见压见压 本来你就唱得不怎么样 都是人家他们仨唱的 我说洪燕 对你实诚是怎么着啊 少了大伙儿给我留点面子 你那面子 快赶上这火锅 留点面子 有那么大吗 二伙儿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咱们知青聚在一块儿 度奸细的吗 五国庆呢 你怎么组织的呀 我说我这典型属于非礼不堂啊 我组织还犯错了 我都通知到了 人家一个国庆大爷 说是给我发了一个什么 以妹儿 你说他不发给一妹妹 他给我发以妹儿 我哪懂呢 他叫以妹儿 是电脑电子邮件 你还相当大款呢 你这就不懂 你看这大名字啊 我发现你这幽默细胞是长得出来 我就叫一妹妹行吗 妙儿 喝票 妙儿 我去 白白说了 人家现在在英国俗物缠身来不了了 那怎么说的呢 什么怎么说 人家说来不了了 英国呆着呢 得了 压够俗的 英国人放着个千喜价 比咱们狠着呢 两天请不出来 蒙大头蚊子呢 我就知道准蒙不了你 你你头比我大 行吧 那我就跟你们说实话了啊 国庆说 他那儿媳妇刚生了个大胖小子 他在英国照顾他那孙子呢 几事啊这是 是啊 国庆的儿子二十来岁嘛 英国人结婚早啊 我跟你说 就咱们这帮人啊 数这五国庆最鸡贼了 记不记得当年啊 最早装病回城的是他吧 是 最早上大学的是不是他 最早下海的 最早出国的 现在又赶上一个最早当爷爷的 什么都是最早 人家什么都没耽误 就我时常 什么都是最后一个 得了吧你 两闺女两媳妇 还不够啊 美死你 这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来来来 为了我就是孙子 不是 为了我就是生这个孙子 干一个 对对对 咱们是今后就有人了 对对对 来看看 来对孙子干 郭健康 你干嘛呢 养鱼呢 这不像话 喝了 我戒酒两年了 医生说我三高 不让喝了 我阿姨怎么三高啊 你一三高 对啊 谁信呢 这是那医生是看错人了吧 病历弄差了 那是差出来的 得了吧 蒙谁呢 你不喝酒谁信呢 你记得吗 那会儿就在羊圈里 对着一只羊都喝了一宿啊 你这是母羊 母羊 你要不喝酒 除非你不叫郭健康 对啊 你还真说对了 郭健康同志又改名了 大名郭健康 记不记咱们有一只馆叫 郭健康 郭健康 对对对对 郭健康 现在又改名了 改了一羊名 叫叫 叫什么 批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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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乖 我 reap 是这样 批托 我去广播公做了几天生意 小意思了 毛毛雨了 好好说话 把舌头捋直了说 行行行 是这样 我能名字咱咱不好使 更可给我气妇 批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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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用批托吗 比塑料拖鞋好 这也不得搅气了 跟你们在一块太高兴了 这一晃就都是两千年了 进入新世纪了 你说咱们都奔武的人了 他的变化不大 是坏的 就是我这眼目前老晃着 是咱们当年刚见面的时候那时候 就他就这皮托 就也就 也就 就是我这儿 我这儿 什么奈米 瘦的就跟这两根筷子跟杆似的 穿着他爸的大脸号的衬衣 就是我那大笔 就是他 那是我 不是你谁啊 那时候小伙子精神 往那一站 胖 大家好 我叫郭健康 南菜园中学的 你呢 我 孙明 孙明 冬天爷的 请大家多照项 我 赵红彦 尝尽点铁中的 李二胡 北海服中的 石头堡 定安门中学的 这是我的同学 钱海红 好 这 乔 这 Chat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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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想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当年那电影 你爸的是同乡 那个我一直在找 这样等我找着了二伯 杰哥 你们想办法包一场 没有 让咱们知青的再看一次第八个石头像 那电影的印象太善 恐怕这一辈子忘了 严是人民的 因为海是属于人民的 消灭法西斯 自由属于人民 在什么地方 在前面 请进吧 谢谢 不客气 你 你叫李北方 对 多大了 我四十二岁 新世纪第一天就过来看病来了 怎么 新世纪的第一天来看病 这一整年都会生病是吗 我不是这意思 说吧 你哪儿不舒服 怎么说 我的 这里 很烫很烫 然后感觉这里也非常烫 后来我就是在这里真的非常烫 其实呢 我是觉得我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一点点 等等等等 等一下你 你别太紧张了 你放轻松点 你告诉我你究竟哪儿疼 哪儿疼 就是这里 哪儿这里 这里 总之很多地方都很疼 真的 全身 对 我全身疼 对 对 变得大了 怎么了 我病得很严重是不是 也不是怎么说 那你觉得我需不需要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这是急诊 怎么做全身检查呀 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看看我先看看你体温啊 体温是三十六度七 不痛 正常 血压 血压也正常啊 那我的都很正常 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是 我 那你自己刚刚说你不是不舒服吗 哪儿都疼吗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我病得很严重吗 我是说我 你这人真是挺逗的啊 你说你来医院了 你是病人我是医生 对吧 我问你哪儿不舒服了 你是不是得跟我说 你哪儿不舒服了 对吧 你得详细地跟我说你怎么不舒服 我好可以给你对症下药 对不对 对 你也不说你 你晚上吃什么了 我 我晚上和朋友一起吃的长家面 然后又去吃了那个北京烤鸭 后来他们又带我去往普京大街吃了那个 涮眼肉 没再吃别的了吧 不 他们又带我去厚海 吃了那个叫暴 毒 对 暴毒 臭 臭的 我给你说你一点事没有啊 据我的推断你就是吃多了消化不了 我给你推荐一个招 就是你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呢 回到家拿一个热水袋附在上面 说不定就会有好转了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呢 我就给你开一些做消化的药 好 好 就这么简单 没事了 你确定吗 医生也不能说是百分百的确定 但是我跟你说你真的没什么大碍 你别在这儿疑神疑鬼的 你放轻松 放轻松 你跟我一下 收口气 收口气 没事 好像真的没事了 真的不疼了 太神奇了 你是我见过的最美 没给病人压力的医生 《慧正》 《灭 Phone》 《灭 Phone》 《灭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报应 嫂让你久等了 快 过来坐吧 这么晚了 过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谢谢 谢谢 今天家里吃饺子 嫂子说你每天都加班 我就给你盛了一桶 赶紧吃吧 还热闹 谢谢啊 不用谢我 其实是德宝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他对你一直都放心不下 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呀 我又不是小孩了 我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他那个人一直就是那样的 昨天晚上他还在跟我说呢 就你看小马现在也老大不小的了 事业做得也挺好的 就是一个人他心里头挺不舒服的 还说让我找机会给你介绍个对象 可是我说你现在一切都挺好的 我估计我给你找了 可能你也看不上眼 我的事真的不需要你们操心 真的 白玲我知道你今天来找我的意思 你放心 我不会再去找石头网了 你是聪明女人 我说这话的意思 你也应该明白 想 不 罗总 你想多了 我没有想多啊 白玲 我告诉你吧 我的男朋友已经来到中国了 你有男朋友啊 我罗小马像那种无人问津的人吗 怪不得你们老是操心我的终身大事 我告诉你 我的世界啊从来没有寂寞过 你应该祝福我呀 对 罗总 我跟德宝 是真心真意的 希望你能幸福 你能好 谢谢 你好 吓到你了是不是 我忘不了你 所以特别过来看你 不知道会不会打扰你 你 你就是 你 对对对 我就是那个很多地方都疼的那个病人 没事了 对 没事了 我按照你说的方法吃了你给我的药 然后用那个热水袋放在这里 我就真的好了 你看我真的没事了 行 没事就行 一姐 你老跟着我干吗呀 我就是想特别来告诉你 我这个人最害怕打针 昨天我特别害怕你给我打针 结果你没有 你只是让我吃一些药 然后用热水袋放在这里就好了 太神奇了 你好了就好了 对吧 不要再跟着我了好吗 可是我觉得 我的这里有些疼 我的这里也有疼 你疼得正好 这是医院 你赶紧去就诊去吧 没事 我是骗你的 我没事 对不起 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非常好玩 你现在准备去哪儿 我可以送你 我有车 天安门 真的吗 去天安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也很想去